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4日 省委书记 省长刘奇在井冈山调研时 偶然监督到红色家书 让他爱不是手 动情落泪 他在基层和机关调研走访时 多次奇迹此处 并向全省党员干部发出号召 每位同志都要认真读一读红色家书 普金追悉 高尘释怀 这一封封家书 传承的一个时代坚守的信仰 蕴含了革命前辈不朽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革命情操 为深入贯彻成为书记 省长刘奇 关于读红色家书的指示精神 这个七一 让我们重读红色家书 感受信仰力量 将西发布特子推出阅读红色家书信令文章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赵一曼的最后一张母婴照片 最后一张母婴照片赵一曼李晨熙 上世纪七十年代位 在北京工业学校有一位政治课教师 名叫陈也贤 学校里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世 只知道他有一个游住宝 里面珍藏着一张母婴照片和一片血染的字指 杨浩宇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 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繁满抗日的斗争 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 李晨熙 赵女士 听我的属下说你骨头很硬 他们费了很大忌 也很难让你叫喊出声 真了不起 我再给你三分钟时间考虑 只要你说出赵上之部队在哪里 我就放了你 记住了 只有三分钟 杨浩宇 哼 别说三分钟 就算给我三天 三个月 我也还是那句话 不知道 李晨熙 你 你这个固执的女人 你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 杨浩宇 意义 哈哈哈哈哈哈 我的意义就是我的信念 就是繁满抗日 李晨熙 来人 给我弄行 我就不信撬不开她的嘴 杨浩宇 日本刑讯长官突然加大电流 妄图通过这种方式逼迫她就犯 赵女士的脸上先是一阵痛苦的抽搐 随之浑身冷汗起出 呼吸急促 全身肌肉抖动不止 脸上 脖子上青筋暴脱了出来 面部肌肉痛苦的扭曲着 但神情却依然坚定冷漠 她竭力咬紧牙关 忍着剧痛 强迫自己把因疼痛而发出的声音压在心底 李晨熙 考文断断续续 持续了七个多小时 电行造成的连续不断的剧痛 已超过了任何人所能够耐受的极限 在不知所措的痛苦呻吟和嘶哑的惨叫声中 照女士的头无力地垂了下来 全身像被抽掉筋一样 软软地挂在刑架上 可她始终没有屈服的意思 在这位女共产党员的口中 他们只得到了一句话 和 中国共产党万岁 杨浩宇 宁儿 希望你 赶快成人 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 我最亲爱的孩子 母亲不用签 言万语来教育你 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 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和 视之为人不为家跨江渡海走天阳男儿 若是全都好女子 缘何分万差被西头颅心故国 甘将热血过中华白山黑水 除敌寇笑看清其红丝花杨浩宇 游不包里的母婴照片 是甜蜜的一瞬 从中可以看到 四万万中国人在日后的铁蹄之下 奋起抗战的脚步 李晨曦 让我们记住这张母婴照片吧 还有那封给儿子宁儿 陈耶贤的信 记住他就是记住历史 可 记住他 就是记住英雄 朗诵着李晨曦 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杨浩宇 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来源 江西发布编辑 吴凡编审 李威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